淡水谷基博物馆在虎年尾声推出一年一度的品牌活动光印淡水 今年搭配淡水五虎钢的在地特色 并以猫科动物作为号召 特别订定主题为喵的光波、喵屁卡关 拍照点就在淡水海关码头 欢迎民众前来拍照打卡 淡水谷基博物馆在虎年尾声推出一年一度的品牌活动光印淡水 而今年搭配五虎钢在地特色并以猫科动物作为号召 特别订定主题为喵的光波、喵屁卡关 拍照点就在淡水海关码头 主题以喵的骨鸡引申术 把淡水海关码头的羊楼化身成为巨型猫屋 而两只巨猫在屋内玩躲猫猫 加上喵的光影、气氛营造 让骨鸡从里到外都可以很可爱 那今年是配合淡水在地五虎钢的特色 然后我们订的主题叫做喵的光波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后面其实是海选一些很可爱的一些猫的一些照片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我们淡水海关码头也有一些猫的冷知识在这里 其实全台的猫炉一定要来这边看 除此之外我们在羊楼的外面也有装置两只很可爱 两个在玩的猫咪的一个装置艺术 古博馆表示 羊楼一楼宾室猫用粉嫩的脚掌想捉住二楼的橘白猫 而橘白猫在躲避的同时意外呈现一体猫咪的魔幻身影 尤其是猫屁卡关萌到不行 而羊楼内部同步推出猫的宇宙主题展览 展出猫奴提供的搞怪猫咪照片 还有猫咪冷知识大权 让大家可以在那边跟猫咪做一个互动 跟拍照打点打卡 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在夜间更美了 我们夜间里面整个淡水海关码头 布置了各项的一个猫咪的一个光栏 那也有光环境 这个其实在网美拍照起来是一个非常棒的景点 31号我们配合新北市的一个烟火 我们除了游轮之外 我们在海关码头也邀请了 现在年轻人最喜欢的老王乐团 还有温地漫步等 鼓励乐团来海关码头热闹的一个演出 欢迎大家大家一起共享盛局 现场除了有猫咪系列装置艺术 展览还有河岸美拍的光栏之外 搭配跨年烟火秀 璀璨新北的主题 在烟火最佳的观赏点海关码头 江以喵的水路空派对 嗨翻淡水跨年夜 而在跨年夜当天下午三点半开始 邀请到许多的独立乐团热闹开唱 艺术家工作坊等创意的趣味活动 透过一系列的视听饗宴 竞享璀璨的跨年烟火秀 记者许多安逸耐水采访报导